高男男先发言 我觉得健身和锻炼这个区别 健身属于肌健 你说你牙龄啊 当杠的当杠 这个遮一个番 你已经到了老龄 老龄就是六多岁以上的 乃至到八十 那这个年龄了 你的骨头非常硬 各方面都已经走下坡路了 大不是正在生长期 你说你搞健身 是那些年轻人 他为了增长肌肉啊 为了那个长个的 你看十八九岁的孩子 我再穿一穿 二叔再穿一穿啊 不管男孩女孩的 我去健身 健身房也好啊 健身基地也好都可以 但你到这个老年 老龄化的时候了 说实在话 你说现在 你是咱家运会也好 就国家的运动会也好 哪有说八十岁来举亚零 来搞一个比赛 他不存在这些了 是的 他因为他不需要 你老年人这样 所以呢 你平时可以溜溜弯 短练锻炼 你要健身 就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我不主张 老年人健身 好 吴爷爷 老人有一个 通常有一句话 老人先老腿 因为我原来啊 我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不理解的过程 那为什么 我每天锻炼老人 还老腿呢 我确实也走步 后来孩子告诉我 又从医学角度 告诉我了一个道理 他说 爸 您锻炼的 这是练心肺功能 跟练 练就一健身 不是一回事 哎呦 我才感觉到有问题 因为我走的过程中 感觉到 走啊 经常的腿 崴脚 您还真说对 崴脚 脚膊疼 还有一个腿 力量不够 就是你的速度 什么的都不行 后来专家告诉我 您得练肌肉 这个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从医学角度来谈 他肌肉丢失 可能在10%左右 再说了 老人是 每一个不想多活的 他都是 我告诉你 都想活得长 延年一瘦 这个只有从肌肉 因为肌肉啊 练肌肉啊 非常的能够 消耗自己的血糖啊 要求很多 很有好处的肌肉 肌肉一强的话 你握力就强 各方面身体就好 我也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他这个肌肉 不仅练完 它会拉伸你的线条 更重要 它可以保护你的骨骼 肌肉如果有弹性的话 它骨骼会很有韧性 说的对 而且还有一个优点 回家愿意干活 凡是这运动 健身回来的 他绝不懒 因为他把肌肉 一筋长一寸 瘦长十年 肌肉也拉开了 肌肉也起来 他愿意工作 好 来听听田奶奶的意见 我呢 就特别赞同健身 你上那公园 有些那些老太太们 东西长 哎呦 谁的闺女又离婚了 谁的儿子又离婚了 哎你知道不知道 你还真不爱听这些 是吧 咱们不愿意 裹在这个 日常的战争里头 所以我呢 就爱健身 有的时候 我在我们小区 又健身的 哎 那个啊 有了时间了 我就上那走走 走走 人也不是特别多的 一到十点多钟 或者几点钟啊 我想去就去了 哎锻炼锻炼 哎 浑身的觉着挺轻的 上健身房的我也去 到了那以后呢 你锻炼锻炼呢 血压呢 也能降低 血脂也能降低 还有一个最最大的优点呢 然后呢 那里头也有那些工作人员 是吧 比如你做哪个项目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哎呀 这个差不多了 有的时候我爱多坐坐 喜欢啊 他说哎呀 差不多了 您别坐了 然后您坐坐那个 我带您去坐坐那个 是吧 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老人健身很有必要 不是非得是上公园玩去 就上这些地儿去 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